Hello everyone, I am inside, so today I am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加速一段视频,然后根据什么加速呢 根据这一段视频中间是否有这个没人说话的部分来进行加速 通过这样一个处理我们可以为这个观众节省一下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好,废话不多说,Let's get started 首先你要准备好一个资源 一般的资源就是一个已经降过灶的视频 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这个处理 那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个我之前做过的视频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打开Vegas Pro 除了要有这个Vegas Pro 你还需要有一个东西叫做Extension Vegas Store 这东西你可以通过谷歌或者其他任何途径来 把它安装在你本地电脑 但是我这里不演示是这样做这个处理的 首先我们把视频素材拖进这个轨道中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这种长度大约是10分钟 红电5有Extension Vegas Store 然后看到A6 Silence Detector 检测这个Silence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视频的精英部分大概有多少分贝 放一下试试 OK 我们暂时看不出来 那就直接用吧 看它会出什么样的结果 OK 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已经给我们划分出了非常多的regions 区域 在这些区域基本上都是Silence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Silence 1 Silence 2 这里都是一些空白的 很有声音的部分 那做了这个表记之后 我们点这个View Vegas Editing 然后点Split Events 然后选上regions 这里的Select Events不选 OK 可以看到它把视频和这个音频都用为了很多的Events 要问我Events是什么 我可能会告诉你 就是一小段视频或者音频 接着我们切换到这个选择工具 也就是Select Events这样一个东西 你会看到左腕部分就是它的界面 你需要点开regions 然后把这Left,Right,Below和About都选上 先点这个Dselect 不选 然后再点Select 就会发现它已经选上了所有的没有声音的部分 就是Events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点这个Extension Vigors Effects 然后再点上Rocket Speed 这个东西是加速用的 我们把它调到10倍 然后点这个Apply 你会发现所有的视频片段都被加速到10倍 但是音频没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需要一点这个View Extensions Vigors 然后切换到一个Marks 然后你有了Maps 你可以Delete掉所有的regions或者Marks 然后我们Create 按照什么Create什么呢 Create Regions 这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在每一个Events里面 然后点Select Tricks 但是没有Select的Events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点Apply 你会发现所有的Events 视频轨道的Events都被圈出来了 对 找一个清晰一点的 据说这里 看视频轨道的是8 但是音频的其他的部分就没有要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Tools 然后点Keep or Delete Events 我们Keep Inside Regions 然后Selected Tricks把它关掉 我们全局的处理 然后把AutoRaper点上 Altrex Markers Origins 这个时候点Apply 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 就把我们自动建好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进行这样一个播放 它是非常好的 因为中间的空隙已经被去到了 这个时候我们手动的播放一下 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现在将继续的 进行进行 我们将继续的 使用这种程式的 CharmExtension 从传续 首先你会发现 我先进行 Github的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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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看到这里 可以看到 如果 赤装没有说话的部分 它会加速的特别快 而且中间没有声音 那这样就非常的好 OK 这是 这一节目 给你们看 我会在下一节目 再见